臺灣的羽球衣姐戴茲穎 在印尼公開賽的女單冠軍站 對戰中國新秀王芷儀 最終是以二比一拿下逆轉勝 順利摘金 釋放鞭炮來慶祝戴茲穎勝利 因為這場比賽小戴打的是很不容易 開局先是以二十一比二十三 讓出第一局之後 立刻調整節奏 到了第二局 開局就以十一比零的攻勢 拉開了差距 最後是以二十一比六 扳回了一城 基站到了第三局 以二十一比十五勝出 成功的豐厚 這也成為戴茲穎個人 在印尼公開賽的第三關